西貢有多守獨木舟 懷疑受到強風吹襲 撞向附近山洞 有12個人擦傷 其中4個人要送院治理 4個傷者有救護車 送到將軍澳醫院治理 他們主要是手部和面部擦傷 事發在下午2時多 多個男女在西貢火石州一帶 爬獨木舟 期間懷疑遭到強風吹襲 多守獨木舟失控 衝向附近的山洞 六男六女被石壁沾石割傷 警方接報派水警輪去到現場 其中有8個傷者 經治理之後拒絕送院